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朋友好 这期课呢 我们叫小朋友画中国的斗鱼 选区别浅蓝色 还有橘黄色 这两种颜色 可能还需要咖啡色 这还有深蓝色 我们这几种颜色来画中国斗鱼 好 我们先用浅颜色 一般勾线的就用相对这种颜色当中最浅的一种 中国斗鱼呢 其实是热带鱼的一种 因为我们本身的很多热带鱼呢 都是从轰眉引进的 好 然后呢 我们画它的尾棋 它的尾棋特别漂亮 这是它的尾棋 这是它的背棋 这是它的背棋 然后呢 这是它的臀棋 它的胸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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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的基本的颜色我们画好了 然后呢 我们画它的眼睛 它的嘴在这儿 它的眼睛在这个位置 好 它身上的颜色是蓝黄相间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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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种中国动物是非常漂亮的 希望小朋友们在后来一说让它能看得到 在老师的老家 我们终于要彩透 中国斗鱼 我们就画好了 这是我们中国自有的本土的日带鱼 希望小朋友们能在花长鱼生的时尚能见到它 并且如果能见到它 一定向其他的小朋友们宣传一下 这是我们中国自己本身的斗鱼 叫中国斗鱼 这些课就到这里 小朋友们再见